现在吃货达人可一刻也没闲着 每天都会变着花样制作独特美食 在之前我们就见识过老外自制世界上最小的泡面 只有指甲般大小 一口吃下去超过瘾 这次吃货今天又出来搞事情了 只见他现在拿出一系列迷你厨具出现 之后就往炉子里点燃火 把一口锅放上去后就加入水和大量的面粉 看到这儿头上还真是冒出几个大番号 这小哥究竟是在干啥 可小哥才没理我 继续对着面粉加热搅拌 很快雪白的面粉被熬成黏糊糊的糊状物 这画面可真像极了求求小手玩的过家家 可这样还没结束 小哥紧接着又拿出一口锅 并往里面倒入油 将其加热后就将粘成物挤进去 原来小哥是在制作油条啊 不过看着这大小 估计也可堪称世界上最小的油条了 用巧克力蘸一蘸后 哇 简直人间美味 视频的结束 我们来玩个脑筋机软弯 问他有一张圆圆的脸 两腿一腿长得短 他们走一天 晚上他是什么 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欢迎联谈讨 答对了我就喊你爸爸 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好关注哦 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一期视频